有人说他出生就抓住了一手绝尸的好牌 只可惜命运无情 好牌没赢 连子女都庇护不住 有人说他一生都在被利用 屡遭病痛袭击 也遭遇过惨烈的车祸 曾经说好的侄子之手 也终未能与最爱的男人偕老不说 还要亲眼看着丈夫一个接一个的纳妾 备受宠爱的大方子女 也被迫沦为妾身子的陪衬 尤其在赌王和鸿生去世后 他背后的大方更是没有继承到一分钱遗产 李婉华一个豪门千金 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妻 究竟为何会过成如此凄惨的模样 当事人都在可怜他的悲惨 殊不知年轻时的他 除了有惊艳港澳的美貌 还有全香港最有气势的女人 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傻白甜 李婉华拥有葡萄牙血统 1923年出生在澳门显赫的律师世家 父亲卡洛斯·黎登 更是当时澳门唯一一位公证人 连澳都也要给他几分面子 名艳大气的长相 外加英识出众的家世 为李婉华吸引来不计其数的群下之臣 然而这位耀眼的澳门第一名媛 却偏偏爱上了拿着十块港币 闯澳门的落魄贵公子何鸿生 因战乱被迫从港大退学的何鸿生 跑到澳门当洋行伙计 在街上偶遇李婉华 惊为天人 于是他想尽办法搭讪 还以向李婉华学不到雅语为由 创造接近女神的机会 年轻英俊又幽默风趣的何鸿生 很快便俘获了李婉华的芳心 风华正茂的两人竟然在1942年结婚了 很是令人意外 因为彼时的何鸿生 实在不是一个好丈夫的人选 他在连昌贸易公司 干的是最危险的鸭船工作 中日要面对的是 日本军舰和海盗的枪炮 曾多次命悬一线 都是靠自己的机制和胆色才化解 到了1943年 22岁的何鸿生终于有了资本转行 他拿着自己拼命赠来的100万分红 创办了澳门活水公司和大美洋行 李婉华为了支持丈夫的新事业 动用自己的人脉 帮助何鸿生拿到了纺织品配额的垄断权 然除了妻子的助力 大佬自己也很贫 卖命工作还不算 必要时还会牺牲一下自己的美色 当时纺织品出口 需要出口地的大使和领事馆签发货单 于是何鸿生亲赴东京洽谈 但也拿到了申请额的5% 走投无路之际 同行的朋友给了何鸿生出了个主意 让他从大使的女秘书入手 这一出美男计竟然真成功了 而且这位女秘书还是某国驻日领事的前金 何鸿生在他的帮助下 拿到了数百万港元的出口限额 只是谁也没想到 何鸿生的逢场作戏 那位单纯的女秘书却信以为真了 他甚至还把别人假借何鸿生名义 走关系送的手表 错当成两人的定情信物 在日本苦等何鸿生归来 只是那阴差阳错的感情 终于是付诸冬水 20年后 女秘书到澳门出差 还是忍不住去见了何鸿生 一世风流的赌王难得羞愧 提起这段往事 无奈长叹 自己这一辈子 就是连累了这个女子 对于丈夫在外招惹的桃花 李婉华难道从未发觉吗 倒也未必 只是彼时澳门的社会风气 就是男人三妻四妾并不罕见 李婉华的父亲黎登 也有多位妻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李婉华 也从来不佑于家庭和情爱 以丈夫为中心的普通女子 她性格爽朗外向 喜欢骑自行车 还经常上场和男生一起踢足球 主持过澳门球赛的开球礼 李婉华和霍英东的原配夫人吕燕妮 就是因为看球赛认识的 两人是排搭子 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消遣 等到晚上11点左右 再由各自的丈夫来接回家 几次三番遇到后 赌王和霍英东 就因为接老婆熟悉起来了 这才有了之后 赌王忽悠霍英东投资 拿下澳门赌牌开赌场的事 在太太外交方面 李婉华一贯得心应手 和洪生每次到澳门出席开幕活动 或者应酬官员 都一定会带她随行 澳门的赌场开张后 新任赌王太太就更是繁忙了 她不仅要操持赌场的大小事务 陪赌王一起解决对手使的绊子 还亲自拜会澳都马济时 为赌王争取赌场场地 凡是李婉华主持的开赌仪式 历届澳都夫人都会捧场光临 足见她在澳门上流社交圈的地位 在《亚洲教父》这本 细数一众亚洲超豪发迹史的书里 李婉华还被称为赌王的接线员 所以和洪生赌业王国的建立 李婉华确实功不可没 只可惜世事无常 任凭李婉华在风华绝代 出色能干 人敌不过伤病的折磨 和命运的琢弄 早在1956年 何洪生投资赌场之前 年仅33岁的李婉华 就不慎感染恶疾 急肠炎引起严重并发症 香港的医生们束手无策 他去巴黎做了两次手术 也未能好转 何洪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 从115磅瘦到70磅 1957年 何洪生又包机带李婉华 去伦敦求医 这一次直接切除了胃部 正值盛年的李婉华 至此只能吃流食 和病痛相伴一生 而比疾病更伤人的 大概就是何洪生借着李婉华身体有腔的理由 循着暂未废除的大清律历 纳了年仅14岁的二太蓝琼英进门 蓝琼英本是皇埔少将蓝英男的孙女 但和赌王一样家道中落 早早就出来工作补贴家用 相似的过往 也让赌王对这位年少的太太多了几分怜惜 专宠她近30年 身患重疾 丈夫变心 双重打击却并没能打倒李婉华 她一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继续在商场上为何家的生意牵线搭桥 主持大局 何洪生的事业 同样也是她自己的事业 可是命运似乎要偏要试试 这位澳门第一美人究竟有多顽强 1973年 李婉华又在葡萄牙遭遇了严重车祸 下额骨碎裂 直接重伤昏迷了一个月 侥幸从死神手中脱险后 李婉华用了快两年的时间 才逐渐恢复记忆 在这之后 李婉华的身体真的再也经不起劳累了 她只好退出赌场的管理 仅在一些格外重要的交际场合 才会罕见出席 假之李婉华本来就不喜高调 江湖上有关于她的传说 也就逐渐没了声息 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就此停手 1981年 李婉华和赌王悉心培养的继承人何犹光 也在葡萄牙遭遇了车祸 和妻子苏奇波杰双双遇难 58岁的李婉华 再受上子之痛 有关何犹光的死因 房间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怀疑是二房的阴谋 也有人认定是何犹光太太苏奇波杰克夫 因为她的两位著名前任 也都是同样死于非命 与此同时 有着赌王最美千金之称的长女何超英 也因为婚姻破裂 母亲病重 弟弟遇难等一系列打击刺激 而出现精神方面的困扰 即使她67岁离世前 早已是面目全非 儿子儿媳去世后 心碎欲绝的李婉华强忍悲痛 将失去双亲的孙女何家华和何家文 接到身边亲自养育 至于金钱和权力的争夺 从始至终 她都不以为意 只是一心守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 在两个孙女眼中 奶奶李婉华虽然身体不好 却从来没有懈怠过 每天都会精心打扮 她喜欢收藏珠宝 有不少极为精美的藏品 几乎每天佩戴的都不重样 耳濡目染下 小孙女何家文后来成了一名珠宝设计师 还将奶奶和妈妈作为自己的灵感谬思 除了教养孙女外 哪怕行动不便 李婉华也一直坚持公益事业 71岁高龄时 她还出任澳门公益活动的荣誉委员 早在90年代 李婉华就获得过 葡萄牙大十字公级勋章 这是回归前澳门女性的最高荣誉 前澳门特首何后华 比她晚了十几年才拿到这个勋章 作为赌王身后最重要的女人 李婉华打牌的爱好 也一直保留下来 快80岁了 还会飞到拉斯维加斯玩两把 赢了钱就飞给佣人们一起开心 2004年 81岁的李婉华终于摆脱伤病的折磨 到另一边的世界和自己的孩子们团聚 基于李婉华生前对澳门 和对促进中仆友好所做的贡献 澳门政府将半起致哀 葡萄牙总统亲自致电悼念 倘若命运不曾如此刁难 这位风华绝代的澳门第一美人 还有她那双出色的儿女 不知能有多么璀璨 对于李婉华的离世 即便心里早有准备 赌王依旧男人哀伤 她亲自为李婉华挑选墓地 写副文以爱妻称职 家人名单里 也没有写另外三房太太和子女的名字 尽量想让她的最后一程走得体面无憾 港媒们亲眼见到 平日身体健朗的赌王 在发妻的葬礼上 连下楼梯也要有人搀扶 也有人质疑赌王不过是在作秀 她对发妻其实从无真心 否则大方也不至于落到这般近况 其实 不论李婉华生前还是身后 赌王都不止一次明确表示 李婉华是自己的此生挚爱 14岁嫁赌王的二太蓝琼英 被赌王整整隐藏了10年 后来还是蓝琼英忍无可忍 以死相逼 才换来照告天下的二太身份 到了晚年 打麻将是李婉华为数不多的消遣 为了哄妻子开心 赌王每次都会故意输给她 而她大大小小十几次手术 她都会放下所有工作 守在她身旁 只是这个此生挚爱终究不是唯一 她爱李婉华 也爱内敛能干的二太 爱低调秀娟 给李婉华做过看护的三太 还爱爽朗干脸的四太 这三位太太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些李婉华的性格特征 就连喜爱跳舞 也和年轻时的李婉华一样 当然 究竟是赌王偏好这样的女子 还是婉婉泪亲 除了当事人自己 谁又能说亲呢 可纵观李婉华这一生 可谓是跌宕起伏 33岁之前 她拥有帅气的丈夫 可爱的子女和睦的家庭 33岁后 她的丈夫不专一了 长女疯了 长子长媳离世了 而李婉华悲苦的一生 原罪是赌王和鸿生 如此家大业大的男人 固然不是寻常人 但是不能否认 于国有功 于家有过 如果她当初信守 对岳父的承诺 对李婉华一心一意 那后面是不是 就不会发生 那可笑而又荒谬的宫斗 嫡子女们 是不是也能安全长大 独当一面 继续扩大赌王的江山版图 而不是如今这幅豪门恶斗 从大方开始到四方 为了那千亿遗产 网顾亲情 不要脸面 肆虐争夺 有人说 李婉华这一生 终究是错付了 如果再给她一次 重来的机会 指她是否愿意错过何鸿生 但感情这事 从古到今 都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旁人又有什么资格 倾下结论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